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呢 是大家看到的 是全家便利商店的 咖啡以及還有咖啡豆 那其實就要這個腰稿呢 我當下呢是有一點緊張又有一點興奮 因為一來呢 也可以來見證一下 目前便利商店他們對咖啡品質的要求 以及它的風味 二來呢其實以前便利商店咖啡的品質 當然沒有像現在這麼好 所以呢我很想了解一下說 到底目前到進展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呢 第一時間其實呢 我就跑去全家買第一杯咖啡 那其實有一點覺得不OK 為什麼呢 因為風味喝起來呢 好像沒有很清晰 然後兩杯我也喝不太出來 太多的差異性 然後就比較多的膠骨味 那第一時間會覺得說 這樣的腰稿我能不能接啊 但是後來秉持著一種實驗精神吧 然後我又跑到第二家第三家 用各買了兩杯來喝 其實第二家第三家它的風味 我就覺得其實已經OK 以我的標準來說 我覺得這樣的咖啡品質 我覺得OK喔 一般人喝起來會覺得舒服 那風味也會清晰 那我就其實蠻疑惑的啊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會讓 同樣的咖啡豆 甚至同樣的全自動機台 會讓我們風味上有很大的差異 那後來呢 詢問了一下呢 可能會在幾個點上啊 那可能包括譬如說機台的操作啊 或者是說不同店家嘛對不對 它對於咖啡豆它的保鮮期限 可能有些比較新鮮 有些沒那麼新鮮 或者是甚至於機台清潔 有可能會有風味上面的影響 譬如說如果它有一些油脂 就會讓你的 出杯品質比較不好 那甚至於是水質 因為水質 如果有些店家它的TDS比較高 它的苦澀味會比較容易出來 都有可能 所以呢為了讓這次的開箱呢 再更科學一點 所以呢我就直接跟全家要了兩包咖啡豆 直接來手沖的方式 來驗證一下說豆子是不是OK的 然後呢來探討一下 OK這次的全家目前的咖啡 到了什麼樣的水準 所以呢待會呢 我除了會試喝 全家的Nex咖啡之外呢 我也會用手沖的方式 來做相互的印證 然後同時間順便呢 也教各位一個 中生杯咖啡使用的手法 可以讓你中生杯咖啡呢 你的風味更清晰 而且呢可以減少一些 碳焙的味道 但是呢可以有更多的酸質跟甜感 那我們就開始來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生杯咖啡的沖煮法 那首先這一包呢是 日曬的 烏干達的月亮三 那這兩包呢這個是 水洗 哥倫比亞的烏伊拉 就是目前 全家咖啡 目前在推的兩次單品 一個是日曬 一個是水洗 那這兩包呢 其實它上面標示都是寫中生杯 那我看下去呢 確實都是中杯以上 也不到非常非常深 還OK 那我們就來 示範一下怎麼樣來做 中生杯的咖啡會好喝 好我們先來沖這個 日曬的 好不好 月亮三 那我們一般呢 我們研磨度呢 可以選擇比平常出一格就好 也不要出太多 因為如果你出太多的話 你的沖煮起來會整個 跟你平常沖煮會差很多 其實沒有必要 我平常例子11大概是 23到25 那我今天就用26或27就好了 25 26就好了 然後咖啡豆的水粉筆呢 基本上呢 我是不會調整 OK 20克 好 那我們來研磨 中生杯的豆子呢 豆質呢 會稍微軟一點點 因為它經過比較長時間的 高溫嘛 所以它會比一般的淺焙豆呢 再 柔軟一點點 比較軟一點點 那我們 沖煮重點呢 原則上 就是要把我的水稍微放大一個檔次 原本假設 你可能啦 你可能每秒是給 4克到5克 那你稍微呢 讓 能秒數呢 到6克7克 稍微把水放大 當然你也不用用測的 你不用說我看數據一定要 放大很多 就是眼睛來看 平常 我覺得這是我正常的給水 稍微再放大一點 它整體來說呢 就可以把酸質的部分呢 掉多一點出來 因為中生烘焙的豆子呢 它的甜度 一定會是重點啦 然後還有它的 body 口感的部分也會比較扎實 所以這個時候呢 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衝出來呢 完全沒有酸質 沒有酸質的情況之下呢 特殊風味的部分呢就會比較不顯 就會很容易 太多body 所以特別注意的部分就是 你的給水呢要稍微放大一點 讓你的酸質做出來 這樣很自然的呢 你就會覺得說你的風味比較清晰 那水溫的部分我也沒調整 其實我主要的調整點就是 把水放大 好讓游數變快 那整個在比例上面呢 我也建議大家 像學長比較喜歡的是 可能第一段創到180 寒悶針40 然後後面120C 我就要來做中後段 但是在中深培的情況之下呢 建議大家可以調整到200 甚至於到220 就是把我的前段的味道 再做多一點點 那大家不用擔心說 它的風味會不會 前段太多 因為中深培呢 它的後半段的 比例是很高的 所以我稍微把前半段做多一點 是有助於你風味上的調整 喝起來會 線條更清晰 OK 一樣 C數是一樣的 40CC 正中間 1 1 2 3 繞 2 2 圈 回中間 OK好 差不多40CC左右 好 那豆子呢 因為它的焙度比較深 所以它會 比較容易 看起來呢 會膨脹狀況還是不錯的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悶針時間呢 大概也是30秒 但是不要超過30秒 因為如果你悶針時間過長的話呢 它的 碳焙味可能會比較 劇烈一點 所以大概30秒 如果你很怕 碳焙味 如果喜歡清爽一點的話也可以20秒就好 OK好 那我們30秒 正中間 我們水大 正中間 水大一點 可以看到膨脹的很漂亮對不對 然後聽到水聲 水放大往外繞圈 推粉法 但是我們是大水推粉 這個手法呢 很容易 很容易做 但是呢 會讓你的風味喝起來 很舒服 我們做到 220 OK好 219 可以看到 大水推粉 然後可以讓粉呢 整個很均勻的吃到水 然後流速非常的快 這就是我們要的效果 那它的 前面的酸質呢 甜感都會比較漂亮 然後後面這一段就簡單了 剩下80cc 正中間 停留一下 小繞一下 可以看到 湧 空氣湧起來以後 再順順往外繞 繞的粉都吃到水 然後呢 OK 301 結束 多了5cc左右 好 看整體時間 非常的快 現在大概流完了 大概1分40秒 到1分45秒左右 比我平常的 中淺焙的豆子大概省了 快10秒鐘 10秒到15秒鐘 那這個就是這個 手法的重點 我們試著呢 讓我的整個 充足的時間 往前走一點點 走大約10到15秒 你的整體風味呢 就會 更均勻一點點 OK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 終生焙咖啡豆的 充足法 我另外一支豆子呢 也用一樣的手法就好了 我們就不再多示範 那接下來就是 適合的環節了 那我們準備了 四支 那這兩邊呢 是全家外帶杯 OK 那這兩個 是我剛剛用 直接用 Let's cafe的豆子 充足 那首先呢 我先 可以 建議大家 如果你要喝 全家的 單品咖啡的話 還是蠻建議大家 把這個蓋子 可以拿掉的啦 因為這個 小口徑的杯子 是比較方便 你在 行動的時候 喝比較不會 泡出來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要喝到 比較多的咖啡風味的話 建議還是把這個 蓋子拿掉 直接救口呢 你的 會進入口腔的劑量會比較多 而且你的溫度也不會那麼燙 所以你就比較可以 好好地 感受一下咖啡風味 就是手沖 這是手沖 OK 那好 那首先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這兩種 外帶杯呢 跟手沖 它最大調性上的不同 那首先是外帶杯的部分呢 因為全家呢 它畢竟 它是用機台 就是全自動咖啡機 來做沖煮的 那全自動咖啡機 它的概念上 比較類似 像義式機 就是 它是有一個 壓力的萃取過程 所以你們在買 雷斯咖啡的時候呢 就會看到說 上面會有一層 就像是油脂的部分 就像是 Espresso的Creamer 所以整體它的喝起來 油脂感 一定會比手沖的 還要再厚實一點 所以如果你喜歡喝 覺得 喝起來口感比較 紮實的 其實 以外帶杯來說呢 是 表現還是不錯的 它的口感比較紮實的 那相對來說呢 手沖呢 它的口感就是比較清澈一點 比較清爽一點點 這是 第一個大的差別 那第二個大的差別是 關於它的風味萃取的位置 那在 外帶杯的情況之下呢 它還是會稍微往後推一點點 就是比較著重在於填質 還有它的 body 那在手沖的部分呢 我自己調整的是 會往前段走一點 讓香氣啊 酸質 稍微再明顯一點點 讓它線條會更清晰 那兩個呢 我都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就是 風味上的取捨 看你喜歡偏淺一點 還是偏後段一點點 那尤其對於 如果你是比較 不喜歡喝 酸質的 消費者來說呢 我滿建議可以在 外帶杯的 中高溫的部分 就雷斯咖啡 它在剛做好的時候呢 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這時候呢 酸質是比較不顯的 甚至於沒有什麼太多果酸 比較多的是甜質 和body的部分 你喝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 比較合你的胃口 那如果你 你平常就比較喜歡喝 有一點酸質的卡丘的話呢 是可以考慮把 雷斯咖啡放到 中低溫的部分 無論是 月亮三或是 無一拉 在中溫的時候呢 它的平衡感是最好的 就是酸質也會 突然顯 補粗 然後body呢 也不會顯得那麼厚重 喝起來是最平衡的 所以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放在中溫 那接下來就是 這兩種 不同豆子 它的吊性上的差別 其實 這兩隻豆子呢 無論是手沖 或是用 外帶杯的方式來喝 都蠻明顯 會有一個日曬跟水洗的吊性 那尤其是 日曬的部分 就是說 月亮三的部分 月亮三 它的日曬 你喝下去的時候 會覺得它的水果吊性 尤其是樂帶水果 樂帶水果其實喝起來 會有點酸甜酸甜的 會覺得說它不光只是很酸 而是說 它本來就有帶一點甜質的感覺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譬如說像芒果啊 這類型的 樂帶水果 它本來就是酸甜酸甜的 然後會有香氣是比較上揚的 所以你會 比較聯想到 樂帶水果的吊性 但是甜質的部分呢 還是 這支豆子的主要重點啦 所以 其實無論你 吃樂帶水果 還是 烏梅 喝起來的部分 甜質的部分 比重還是蠻重的 很容易喝到 比較多的紅糖 的吊性 也是比較深色的糖 紅糖的部分 所以呢整體喝起來 它的 紮實度 都會蠻足的 所謂紮實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喝起來印象感會蠻足的 因為 會覺得 這支 咖啡呢 喝起來好像很多東西啦 就算你分不清楚 你可能還是覺得 這東西很紮實 東西比較多 那這種風味比較多的 的調性呢 其實呢 蠻刺激你的 就是一喝下去就覺得好像 很新鮮 很有風味 所以喝起來呢 蠻過癮的 那第二支呢就是 哥倫比亞烏伊拉 那 它當然是中生焙 但是它整體喝起來的 調性 是 會比日曬豆 比較起來 它就會清 清爽很多 因為它水洗豆啦 那水洗豆的調性呢 它基本上呢 會讓你的 風味上面喝起來比較平衡 所以 如果以耐喝度來說的話 這支耐喝度是不錯的 如果你需要 上班的時候 需要喝 然後讓你維持 精神 但是也不想要太過刺激的話 那其實烏伊拉是個好的選擇 就是比較像是 水洗豆的平均調性 酸質 甜質 巴也都比較平衡一點 但是它不會像 月亮三這麼的癢 那酸質的部分呢 比較像是帶荷水果 帶荷水果各位可以聯想一下 像李子啊 這種 深色的啊 它的酸味呢 也會有酸味 但是呢它不會非常的顯著 不會像檸檬一樣 掉那麼高 所以喝起來呢 酸質也不會特別的顯 相比較之下 月亮三的酸質 還會再明顯一點點 當然手沖的部分呢 它的帶有水果酸就會更顯著一點點 那甜度的部分呢 它就也是比較清爽甜 就比較接近白糖啊 不像 月亮三它可能是比較接近紅糖黑糖 還是比較接近白糖 所以整體喝起來呢 烏伊拉都是比較輕柔一點點 蠻適合 我覺得如果 你用來搭配一些 食物的話呢 其實烏伊拉我覺得狀況是蠻好的 因為它本身的風味不會太顯著 不會讓你的食物呢 很破壞性的 讓大家覺得喝起來很奇怪 它不會不邪調 但是它可以當一個很好的配角的部分 讓你喝起來比較舒服 所以如果各位要選擇這兩支咖啡豆的話 其實蠻好選擇的 如果你想要刺激性強一點的 想要風味飽滿一點的話 就選月亮三 它的日曬風味 比較可以滿足你 那如果你喜歡 今天想要配食物啊 或想要讓你自己奈何 不要太煩惱 你可以喝烏伊拉 它比較平衡一點 比較清淡一點點 比較讓你喝起來 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刺激性 那這兩杯都是在中溫的時候 我覺得風味是比較好的 那無論是在 雷斯咖啡直接購買 或是用手沖的 我覺得掉性基本上的維持度 還是都是不錯的 都可以維持類似的掉性 那只是說我們在油脂上面 以及在萃取的部分呢 我們有一點前後的調整 OK 好那 那絲的部分就有說 這位為止 以結論來說 無論是 直接去雷斯咖啡購買咖啡呢 或是你買 它的咖啡豆回來充足 其實整體風味呢 還有表現 還是不錯的 那尤其是目前 雷斯咖啡有推出大杯的 單筆咖啡 無論是月亮三 吳冠達 大杯都是90塊 它CP字來說 還是滿OK的 那如果你是一個 常常需要去 便利商店購買咖啡的 外食族啊 或是上班族來說的話 風味上面 它也是有照顧到 那最後呢 學長再跟大家講一下 全家最近的一些優惠 那每個月的6號呢 是全家的好咖日 你購買 單品咖啡呢 就有買6送6的優惠 就滿划算的 那算一算呢 買6送6 變成 每杯只要45塊 或者是呢 如果你是手沖一卒 你想要試試看 終身烘焙的話呢 那全家的咖啡豆呢 也 它的品質也是OK的 該喝到的東西 還是喝得到的 那以下的資訊呢 學長會放在 影片的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都可以點擊去了解一下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學長開箱 就說到這邊為止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